1,2,3,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黑白经典途中的这一台呢 周杰伦出席好友刘庚洪和彭小刀筹划的电影 赤诈风云启动记者会 这次引邀单人监制 周董表示除了是来还债 并说明没有当主角的原因 那这么帅气的电影为什么杰伦不自己下来演主演 因为比较忙 我要先做音乐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音乐 那电影我觉得客串比较没有压力 是不是也因为带孩子比较辛苦 因为现在 这样就会比较累 真的很累 然后这个其实演唱会还要跑 所以我觉得交给这些导演 因为其实其实今天的目的就是在挺这些新锐的导演 给他们的机会这样 就跟刘德华看起来 刘德华也是蛮挺这种新锐的导演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其实不错 就是有时候自己去参与电影的男主角 配方都不见得好 我说我 对 所以我这个好像对电影比较没有 比较无缘一点 对音乐比较有缘分一点 所以这个电影就交给他们专业的 周杰伦和刘根宏表示 这是一部赛车电影 但预算和完命关头 无法比 也说明目前的电影进度和男女主角人选 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在 固然农业年开始 就开拍 然后就能开拍这个电影 那当然现在呢 主要角色还在洽谈当中 那你刚刚看到阮金天当然他非常愿意来支持 那希望未来他也能够在里面担任很好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不是说谁比较大牌 我们找谁来演 是希望这个来演的人能够配合我们 导演能够来做 因为导演也跟杰伦一样是很要求的 他希望演员是真的能够会赛车的 然后他能够把那个精神传递出来的时候是八字内心的 因为常常在一个眼神没办法真的表现出来 所以希望演员都能配合 党齐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训练 然后最后来拍摄 因为结果很会选女主角 你有没有属意的你说监制 监制有没有想法 对啊 监制的工作是什么 赛车的工作之类的 监制工作其实还是跟音乐有关 然后跟客串有关 但是我每次监制的 这一定会客串 我每次监制的电影通常都会客串一下 但就是音乐主题曲 好 他答应 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 现在要举例一下 这是大概监制要做的部分 那其他其实我觉得还是交给导演 那高宏总监制 所以这部戏的预算大概是多少 可以透露 预算不能讲的 预算是不能讲的 对啊 现在其实我讲的 我只能说我们的预算呢 如果以玩命关头来讲 我们大概是玩命关头的 比玩命关头少非常的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 一个问题 刚才 HR